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硬件软件都特别擅长 就是说 不要说特别擅长 精通 精通 别说精通 后来怎么都干成了服装呢 那你学计算机的 就是说我当时的时候 既然就没有找到工作的话 我当时没得想学习美发 但是我家里人很晚的 美发 对 哎呀 这学计算机的真是天有绝人之路啊 真是啊 对 但是我很庆幸 我亲到我家里的人决定 因为我唐叔的话 他是做这一行的 我学的东西没有 一直没有忘记 包括我结合我计算机的能力 去到那个服装板房里面 去做那个样板师 要做板 是吧 对 对 对 那你就要做学徒了 学徒 对 你就要有师傅了 对 他对我特别好 就好的是我 帮他洗袜子 洗内裤啊 什么东西 就是最甜嘛 手情嘛 我就说 钱能补夺嘛 人生当中的话 是只会遇到很多 有些帮助你的人 你说你要不要跟他说两句 好 好的 就是我刚刚是 酝酿一下情绪嘛 好 没有没有 很感谢 很感谢师傅 因为在人生当中 会遇到很多一些贵人 会帮助你 他会让你走很多弯路 所以的话我 他会让你走很多弯路 让你 小走弯路 因为 他的确让你走了弯路 他让你洗内裤 洗袜子 啊 谢谢 嗯 我很庆幸 有那一段 噱头的商业 因为他对我 对我今后的 现在的工作 是很有影响的 因为他就是说 我们不要把 平时的一件小事情 看作无所谓 但是你只要是 在每一件事情 都认真去对待 去做好的情况下的话 我们在后面的时候 会把你一生所学的 集团在一起 然后你做什么项目 什么创业的时候的话 都会用到它 真的很感谢 从内心的那种感谢 你都不叫一句师父 我刚才叫了 呃 很抱歉 因为 我不太善于表 我不太善于表达 但是我是一个 就是 外面内热的人 学徒的事情啊 也是人生的那种愿意吧 你们那儿学徒 只有男生吗 有女生啊 还有女生 对 学徒之间会谈恋爱吗 肯定会啊 你谈了吗 谈了 我的性格比较活泼嘛 然后的话有 你不是外冷吗 怎么活泼呢 这是环境改变的嘛 环境还改变呢你啊 对原来我是很很很很外向的 只是受过一些打击嘛 受过了啥打击 呃 我先把这件事说完嘛 好好好 那时候的话我们就是说有那个 苏星四大小腔旺 就是说我们四个男生 唱歌的话都还是蛮好听的 你 对 你 来一段 呃 来一段是吧 要有台风 嗯 好的好的 眼睛平视前方 好的好的 手要有 拉着天王的范儿 来 你会不会复燃的出现 在街角的咖啡店 我会带着笑脸 挥手寒暄 和你坐着鸟鸟签 我多么希望见你一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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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再见了 别再见了 好好好 谢谢 音乐的话 在放音乐的 但是他是很炮锐地在那边只有在唱 也包括说在自己的工作当中 其实不能只是以我为中心 而是在考虑的是说 我怎么样能够真正的去跟团队去合拍 接下来说到哪儿了 打击的那件事是吧 对对对对对 那是我们工厂的厂画 但是很多人追他 然后呢我跑到车厅里面去大声说 这个鱼孩子以后就是我的了 你们都不要追啊 然后呢人家凭什么 然后我们四个星期就跑过来 凭我们是一帮的 然后我约他去去公园玩 他他不出去 不出去的话我就比较大胆 然后我就把他从宿舍里面一把就抓出来 抓出来就带着他出去玩去了 怎么受打击呢 打击呢就是三个多月以后 谈了三个多月以后 他就跟我说分数了 因为那和我们的一个村组长 两个人在一起了 就败给现实了嘛 现在还没结婚也没谈 对对对对 我觉得你的性格挺忠厚的 你被坑过吗 坑的次次太多了 你被坑过什么呀 比老板坑啊 比那个与孩子坑啊 太多了太多了 我的好像我的人生就是一堆血历史 说一件最不堪回首被坑的历史 那是在广东吧 然后认识了一个女孩子 他是做父式的嘛 反正就是两个人在一起的话 差不多十多多月的话 反正就是我的积蓄和我 七张信用卡张张的刷爆了 然后的话就 他花了你多少钱 最少有五十多万吧 疯了 那有的时候男人喜欢一件事情的时候 就跟买东西一样 或者是喜欢一个女孩子 不 人家是喜欢你的人 还是喜欢花你的钱 你搞不清楚啊 呃 后面发现了吗 五十多万以后才发现 没有钱了嘛 你肯定没有办法去支撑这段爱情 那怎么还钱呢 当时我就去找工作啊 你这样 找工作又被坑了 不 你老被坑 我们怎么敢把电商总监的位置给你啊 因为我带人真诚啊 我做事认真的 那你老被坑呢 那我 我的人生根源是吃亏是福啊 你说吃亏是福 你吃了这么多亏 亏给你带来什么福了 给你带来幸运了吗 给我的福就是说 我现在在食人时候 现在不会被坑了 会有自己的一个判断 啊 对对对对 你的梦想是什么 我的梦想就是说 我在我45岁的话 我可以很潇洒的退休 然后我可以就是财富自由 我的财富自由不是那相当方的很大的啊 有多少存款呢 一千万 现在有多少钱 一百多吧 可以啊 那你最近干什么了 去到一家公司是朋友推荐的 然后去那里去做卫衣总监 然后当时的话在那里工作了三个月零十 十几天吧 帮他做了一千七百万的产制 这个是怎么做到的 产品是什么 产品啊 产品啊 产品就是牛仔裤啊 差不多 反正就是每千都毁卖了五千那条裤子 就是这样子 就是别人也都在引流啊 那为什么你能够拿得到这个流量呢 因为我视觉啊 做电商总监呢 首先就是视觉啊 然后我们去韩国去取景拍摄的 然后是花蕾酱玩多少钱 就是有付出就有收获 当他讲到专业的时候 就发现他是两眼还是冒光了 而且特别的置信 你要多少钱一个月 比心 比心的话是两万加七成 看七成的比例 你大概需要比例多少 我一般的话 如果是中国商量年薪的话 应该是不低于六十万 那你能承诺大概一年的销量流水多少 一般的我人家拿六十万的话 大概可以做到一千二百万的业绩吧 像电商现在都是威力时代的 你基本上完成一千二百万的业绩 大概毛利率在百分之十几左右 也就一百多万的利润 你就拿走六十万 那你让老板喝西北风价 对那你敢不敢这样呢 就是说不管利润多少 你的底薪完了以后呢 就只拿利润的百分之二十二十五 我要是拿纯粒的话 我一般要拿百分之四十 你也太过分了吧 如果亏损了 你承担百分之四十吗 但是我做事情有计划不会亏损的 所以你不敢吗 就是你盈利了 你要拿走将近一半 对吧 还加你的底薪 然后亏损了呢 你根本不管 不是 你刚刚所理解错我的意思了 我在自己做机翼归的时候 我已经预判公司是在盈利了 而且我去这家企业的话 是成功的企业 我不去 电商部分已经很成熟的 你不去 我不去 有问题的我去最好 那哪一家是你瞄准了 你觉得你要去的 符合你的条件 法国梦拳呢 为什么你法国梦拳 电商有什么问题 我又说了不好意思啊 没关系 你说我特别想听听 快人快语 我特想听 包括你的店面啊 装修啊 还有你的销鸟 还有一些你所有的一些动态品分啊 我觉得你的运营真的很差劲 很差劲 说点具体的 说点具体的 就是你那个销鸟的销鸟的话 只要两个人就能搞定 那你现在有多少人 那我们一个运营一个店长 然后有四个客服 太浪费钱了 太浪费钱了 裁量 继续 我是我是企业医生嘛 因为我是职业经纪人 我去企业是帮他制定的 我信你 就二十万是吧 底薪 对 然后有地域限制吗 哪都去吗 最好是广州 北京来不来 也北京的话 肯定是不会考虑的 为什么 消费太高了 你不挣两万吗 你还消费不起啊 挣两万也不给我挥过啊 你要你要挥霍 你为什么要挥霍 哎我真的钱就是为了花的 北京多少钱你能买 北京的话 刚刚是二十四万 最起码的话要三百块了 第一轮选择去货 还有七百五 好来 天生为了 刚才在闲聊的时候 这家伙说 他去年光分红就拿了两百万 我是说今年过完的话 我的预计是保险可以分到两百万 那你还在职 又有这么好的业绩 你干嘛来找工作啊 这就是很关键的了 因为之前呢 它是传统企业 它是提供的资金和工厂 所以要我自己成的那个法人 搞了公司 现在产品的话 实在他那边帮我去弄 然后我自己的话 就是从设计到采购面料 到生产出来 还有我那个 我们团队的那个客服管理招聘 全部都是你 都是我 他另外就是安于现账 我是一个有野心的人 那你干脆创业呗 可能我创业和我现在在的公司 效果是一样的 我需要到一个大的资本里面 去用它的人脉或渠道 能够做得更大 冯杰你认为现在的老板 需要再投多少钱 第二呢 你能赚到多少 现在的话 我的预算是每个月的广告费的话 一年的广告费的话 它是三百万 但是我们今天 一个月其实才三十万嘛 对 但是我们去年的广告费只有七十万 那这就是说 他如果投了这么多钱 你觉得你今年能赚多少 如果是投这么多钱的话 我就会放开手脚吧 包括 你今年能赚多少 今年的话 就是他都这么少 你都赚两百万了 现在他如果投了三百万 你能赚多少 1.5倍吧 那你现在就为了差这一百万 然后你就走了 义愤田硬的走了 或者是说你的骨子 我自己说 我有能力去赚更多的钱 但是我不愿意承担任何的风险 风险要素和收入对比 你这哪个你选 哪个是你优先考虑的 我之前已经说过了 你们一直没有在认真清 我在做运营的时候 我已经遇风风险了 我每做一家企业里面 公司里面都是盈利的 这是我最冤最冤的 这在节目里面做的最冤的一件事情 因为我现在的话是不干预现状 但是他们的话可能就觉得我 没有这个能力去拿这个高薪 我想问一下 假如说换位思考的话 你能像你老板现在对你这样 对你老板吗 如果你能的话 那你为什么不去创业 如果你不能的话 你又凭什么能够信任我们在场的这些企业家 那可以做到像你比你老板更好 你们都不够大逗 你知道我招员工是怎么样子吗 我员工有能力 我不会强牛 你吃吃吃吃业业 或者说你在其他公司里发展 我会祝福 我走的时候的话 我的工资还给他多发 因为什么 你做事认真 不要求求 那是因为你拿着老板的钱 如果你是老板 你能做到像你现在老板 我能做到 我能做到 我就问你一个问题 我一年给你一千五百万的广告投入费用 电商 你就告诉我 你怎么通过站外引流和站内引流 能够给我做了多少业绩 我是如果是说我做运营总监的话 首先我要确定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 我要了解你的供应年有没有问题 这很关键吧 第二 我既然有这么大的广告费 我就不需要去用一些 运营主管带新手的去了 我直接挖剪尖的人才去操作这个盘就可以了 我已经完成了公益年了 然后的话 我又完成了团队了 首先的话 我要跟自己自己一个目标吧 我的竞争对手是谁 我要了解我的产品有什么优势 他的产品有 你可以不用说了 你再说一个常规的程序 我对这个回答不满意啊 我从哪些平台去做引流 怎么样做转化 他说不出来现在 我说得出来 但是你们每次都不给我说完 你要多久 你要多久时间 咱们谁也不要打断啊 这就很商业竞争嘛 我就按照竞争对手 我就打你 孟杰 孟杰 说完了吗 可以 就这样 我理解你的意思是说 我们找到一个竞争对手 找他投放的地方去做投放是吗 这么好的数据不用 干嘛也不用啊 你还让你干嘛 那你就是个大忽悠知道吗 好我是大忽悠 这个方案的话不可能是三下两下就能够把这个说清楚的 我怎么说他们都会质疑的 所以我只是说一个简单的大看 你可以自己议会但是不能言传 我重复一句 刚才何东问你的问题你是怎么回答的 一千五百万你是怎么回答的我重复一句看对不对 第一我找供应链你保证你的货源没问题 第二我挖人挖人还用你做吗 第三我分析我的竞争对手我打他的弱点 这是一个运营总监的回答吗 这是笑话 进入职场是需要你进入一种秩序 在职场里边很清楚认知自己的角色是什么 梦想很高远 但是行动已经跟不上他的词乡 愿不愿意把这个岗位先挑一下 岗位就不挑了 因为我喜欢 就非电商的头不做 对 试用你两万块钱一个月行不行 过了试用期你跟老板谈提成的事 试用期多久吗 一个月三个月 对吧 最多三个月吗 三个月不会答应 几个月你答应 一个月 一个月试用 两万块钱 过了试用期之后我们就得谈分红 对 不低于百分之 看引力点 好吧 来第二个选择去过来 好 好 知道